我们有的时候说 一生一世跟生生世世 在我们最后的这个阶段 我想请教一下新云大师 我们对于生跟一生一世 或是生生世世这个看法 应该怎么样去看待 使我们能够更珍惜这一生 那同时面对生命的结束 也不会过于恐惧跟悲哀 一个木材烧火烧完了 你要第一个木材 第二个又烧完了 第三个木材 木材一断一断一断 它是解断嘛 人的生命也是解断的 这一期生命 这一期生命死了不是结束 不是结束 这个小豆子小菜种 树的种子 掉到地下都能 经过阳光啊 土浪啊 空气啊 它都能才成长 人怎么会死呢 人死不了的 它会在受生 只是耐生或精神 它一个根影子迷 就是根了一个身体 不知道了 人就是很可惜 你说我来生富贵也穷了 我不知道 给他指导 指导也很麻烦 假如他做了坏事 做了来生要社区 他现在不安心做人了 而是不知道比较好 倒是在说 那么平时有经教的人呢 就知道我这个 小心精神啊 这个说 说三世因果啊 要指未来的果 来生的结果 精神做才是 精神怎么做 就知道 又指过去 我过去做过什么 精神受才是 精神我 像你 方念师小姐 在这个电视节 这个你一审 也是 我们我不知道 都说永化富贵了 总之 有秀人审了 那是你过去 皮重的姻缘 让你精神 又这样啊 你精神 怎么又接了 这么多的姻缘 来生又更好了 就是这样 所以皮重给娘吧 一定就是 要 要 要 静谱啊 所以我们生而为人 如果我们的生生世世 是有一些 善因会不断延续的 所以生跟死之间 它其实没有那么 明确的界限 而是一个奥秘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生是 其实都是一个 一个 生 或死 因为很多的 在生里 人们又死 其实跟死也差不多 甚至比死也更坏 生的很可惜 这个生命很可惜 没有价值 有些人啊 随时 随时有神啊 你想 死何法 要无谋要非 文庭祥 他们都是 被敌人 受刑而施的 但是我们不认为 我们能为他们活着 这叫随时有神 像我 到了这种老年 我自己行的 就有数 我就是死 我要做一个死的活人 这怎么去理解 什么叫做死的活人 我一定要让我的 这个言人 留意于大家 我一定要让我的事业 能照顾大众 我一定要让我的行为 所做的什么 能常常念我 不会忘记我 我随时有神啊 超越了心 这个就是对神师 不太建议 大师今天说 你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大师我跟你请问 我在一个报道里面看过说 其实大师有准备自己的遗书 但是这个内容呢 是最高机密 我只想请教新云大师 当您在提笔写遗书的时候 你心里面回顾 跟醒悟是什么 我是看到偶尔感想到 很多的企业家 到了死的时候 那个上张的事情 多么有人问 儿女都不顾 儿女在整财产 是这个活苦呢 我们说假的不会吧 所以我想我来个艺术 这也不是不能动开 我最近跟我的那个 提过这边记录的人啊 我就记录 赶快把它拿去修改一下 发表好了 我要发表 我说没有东西 没有说这块天给我的大土地 那一块地给我的二土地 我没有啊 我全部都是发教的 都是公家的 都是大众的 我不能分辟 我不能分辟啊 我生不带来啊 我生也不带走啊 我来 空空而来 空空而去啊 我很潇洒呀 我不能分辟 不要不统计带谁了 所以 这个艺术的就是 让未来 这个教团啊 能得到我的这个 一种范育 比方说 国内怎么样 人事要怎么样 财务你们应该要怎么样 还是一种富贩啊 还是教育啊 这个五十位不能公开啊 这个度可以给大家 这度看 沼州度会很好啊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